新文化运动领军人 胡诗 由刘伟行声演 用白话文沟通 简单、直接、异明 这种表达方式 在现今普遍惯用 但是其实归功于 昔日一帮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坚持革新思想文学 今天我们先可以我手写我口 而其中一位发起人 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广泛长远 除了提倡白话文 有利推广文化之外 也积极推动民主和科学 身兼多职 终生为家事、国事而奔走 这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 在近代文史节 同样成就非凡 他就是一代文豪 胡诗 欢迎胡诗 很多人说起你 除了敬仰你坚持革新文化 引入西方普世价值之外 都一定会赞叹你出色的母亲 对你的栽培故事 是因为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就走了 母亲教导了我九年 如果没有他管束我 我不会学到怎样做一个代人哲物和善 懂得宽恕别人的人 这一切我都要多谢他 他既是我的慈母 亦是身兼怀严肤的职责 饱受丧肤之痛 还可以培养出像你这么洁出生性的乖子 你妈妈真是厉害 当中又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呢 母亲自小已经很尊重我 纵使我在人面前犯错 他都不会立即责罚我的 只会等我回到家之后 才来责罚我 跟我说我做错什么影响了什么人 每天早上他都会叫我起床 告诉我昨天的我做错了什么事 要我反省 也提醒我要用功读书 果然是慈母出孝子 因为听从母亲的教训 所以你就用功读书了 除了因为他日夜叮嘱我之外 也因为他对教育非常重视 以前在私属的老师 大多数都是敷衍学生 无心授课 教学黑板 不会深入淺出 母亲得识这个现象之后 为了令我得到更好的教育 还亲自到学堂 给更优秀的讽诺一班老师 要求他们一字一句 仔细地教导我 所以至少我就有扎实的古文 和国学的基础 循循善有的教导下 直到我的十九岁 当时我考取工费留学 就走到外国读工业学系 你不是文坛巨像吗 怎么会选读工业学系的 你猜我想的吗 当时二哥吩咐我 加度中落 要学工矿或者整铁路 才可以谋生 帮补加计 所以我就听他的意见 选了工学了 后来发现自己 真的毫无兴趣 就专读农科 一心以农立国 初时的课程 包括展树 接种 灌溉等等 我都驾驾得到 去到后期 有一堂实习课 要我挑选苹果 我足足在两个宗里 都分辨不出 不同苹果的类型 加上意识到 自己对文学 有较浓厚的兴趣 所以就萌生了 我汽笼从文的意欲 从此踏上了文哲的领域 猜不到是因为苹果 而改变你的一生 不过你来的故事 应该更精彩的 喂 你们有没有听过 新来的胡教授啊 听说他很年轻的 不止年轻啊 还很有才华 不知道哪一班 会有机会 给他教呢 大家好 我叫胡诗 新来的教授 现在是8点05分 你们有15分钟 你们问 我答 开始 没有人问啊 那我开始讲课了 教授 我有东西问 下次举手快点 想问什么 胡教授 因为你和其他教授 风格实在太不同 是不是我们问什么都可以的 我怕我问完 比你说太肤浅了 从来只有肤浅的答案 没有肤浅的问题的 你问吧 好 听说席卷全国的 文学改良初二 是由你提出的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那你为什么要提出啊 那我们之前读的古文 不就没用了 呵呵 问得好啊 其实 只要你仔细研究我的建议 就会知道 我不是要一刀切 将古文全部取缔 因为古文 其实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贵宝 怎么可以写 我提出的是我们这一辈人 下一辈人应该有自己一套的写文章方法 既然我们都不是说知乎者也 为什么文章里面要有知乎者也 古人写文章是他手写他口 因为当时他们真的这么说话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是以白话文交谈 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手写我口 写白话文呢 所以我整理了这四点 要有话说 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要说自己的话 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 大家明白我的建议吗 如果明白 就下一条了 胡教授 你提出不要用典故 那我们不可以再用成语了 这位同学也问得好 不用典故 我是指一些生辟到 连我和蔡元培校长 都要翻书去研究 他讲什么典故 当然蔡校长让我学会广博 未必需要翻书 不过一些为了抛书包而用 对文章内容没有直接帮助的典故 我一概是不主张的 因为明明用简单的言语就解释得到 为什么要用一大堆典故 其实只要紧记 我手舍我口 正如同学所说 有些诚语其实已经深入闻心 好像是自相矛盾 手朱代套 这些都是大家很明白的诚语来的 即使用了都不会影响阅读的 胡教授说话真是很有说服力 我有少少喜欢了他 蔡校长 怎么这么好来探我啊 胡教授 回来祖国教书还习惯吗 非常习惯 北大的学生 接受能力高 天之聪明 假以时日 一定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 我听闻你 今天都为同学解释了 文学革命里面一些重要元素 他们的反应都挺热烈 难得中国现在的言论思想全面解封 大家都没有束缚 以前想说 严敢说的 现在又可以畅所欲言 加上西方思想传入 大家接受能力高了 希望文学改革 和新文化运动 可以快点席卷全国 只要更多人 用白话文写作 有更多的作品 推行才可以顺利的 我正正是为了这件事来找你 陈独秀前两天来找我 希望号召多些人 用白话文投稿去新青年 我已经邀请鲁迅 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名为《狂隐日记》 未来就会看灯 希望胡教授你 都多点投稿了 没问题 我正打算用白话文 来写诗和小说 写好了之后 马上寄给独秀 好 中国的未来 就靠大家了 一场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的冲击真的很大 尤其是对封建制度的破坏 更加是全方位 作为当时的提倡者之一 你又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呢 我觉得新文化运动 是一场及时雨 亦都是必经的阶段 清朝虽然被推翻 但是很多封建楼杂 仍然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好像当时最受欢迎的两位先生 德先生民主 和蔡先生科学 都是被视为 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结果 不就是沦为口号 虽然新文化运动 未必在政治上 取得即时的收获 但是在思想层面上 引入了共产主义 等等新式的学说 同时 亦都打破了一些封建思想 长远而言 我觉得新文化运动 绝对算是成功的 其实和文学改革一脈相承 我很怕那些故隆缘虚的主意 很多事情 只要一经实验 就知道可不可行 无论是科学层面 哲学层面 政治层面 都是如此 除了在教育方面 培育人才 你还曾经从政 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 和中华民国驻美公事 一生充满传奇 你一共有36个博士学位 是世界上最多博士 几乎的人之一 当中 有很多是世界各大学府 颁发的名誉博士 证明全世界各地 都对你的学问非常认可 多谢胡诗 说一声 尤其是世界各地 你一共有30年 都在学校团中博士学位 都在学校团中博士学位